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,董事基金会今发布最新调查,有固定练跑习惯的民众,超过八成以上自觉工作,读书真心度较高,心情也较好。 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叶雅欣表示,今年4-5月针对1109名曾参与长跑活动的民众进行网络调查发现,66%守房者跑零为三年以下,39.2%在晚上练跑,52.9%平均练跑超过5公里以上,超过72%每次练跑超过30分钟以上, 30.6%有加入跑步社团、俱乐部进一步分析民众参与长跑赛事的原因,已促进身心健康67%最多,其次是自我挑战62.5%,其他还有书戒压力47.8%,维持体态28.1%,可认识新朋友27.3%等。 叶雅欣指出,养成固定练跑的习惯后,有81%发现专心程度有一点或明显变好,61%更容易入睡,也有85.8%觉得心情变好或明显变好,又有每周练跑三次以上,跑零三年以上比例更高。 叶雅欣强调,跑步是最经济有效的输压方式,固定练跑有助于提高专心程度,容易入睡,以及拥有好心情,参与跑步赛事不是压力,反而可以输压,鼓励家长邀孩子一同参加,可增加维持运动输压习惯的动机。